直落,戰後日本階段的其中一套 主要介紹兩套,一套《觀念門的夏天》和《南紀大陸》 這兩套片主要有兩件事要顯示 顯示兩件事,就是日本復興 例如《觀念門的夏天》很明顯 首先,剛好撞了韓線,美國大量等本來可以借勢發展 日本政府大力推動日本旗粉 大力製造了三件非常偉大的發明 第一件事叫電飯煲,第二件事叫雪櫃 第三件事叫電視機,最偉大的三大發明 今天還在用,第四件事叫冷氣 對,是用冷氣 基本上... 不能發明,不是德國人做 即是本土普及化 本土普及化 即是因為... 夠本土 所以我們全部都用日本的電器 它是講... 買電視我一定買日本的 以為中國的會爆炸 不如現在被韓國牌子打沉了 因為現在是用Samsung 你也看到日本的部署 我買了一手一定會賣Samsung的 因為中國的會爆炸 不過都是因為中國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哈哈哈哈 就爆出一個落油 那你會見證日本最箭頭發展 又是幾個... 即是它一發展完就想做些大宅 又搞細博 又玩奧運 基本上跟近代中國要搞事差不多 沒錯 吹大頭 是 打腫快未充大頭 不過日本去到後期 它又有幾個不幸的地方 首先是美國人找它 你的紡織品實在太便宜了 威脅都沒有 它對它統一條條條是對付香港的 沒錯 最高淡 對啦 日本被譽為第二次的黑船來襲 是 還有最後 整套劇 到後期中途就會講一些公害問題 什麼叫公害呢 因為你發展得太厲害 所以工廠會有些污染 對啦 即是高淡的 這套劇也有說 即是它不會說中國不利 它真的來處理 它戰後是曾經試過 其實是有水銀廠 是把水銀自己倒進海裡 結果就吃鬼死了 整個村人 對 它有反昇過 這套劇也會說 如何處理公害問題 所以這就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分別 中國人就有力繼續吃死 最後一集就說 日本和美國最後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沖繩歸還 對 沖繩問題又帶去另一套日劇 叫做《命運之人》 這套劇真的正 正 就說完了 飽時間了 對 正正中說沖繩歸還問題 這套劇中間有一個 它基本上是改編至一個日本事件 叫做西山事件 嗯 一個記者 因為透過某種原因 就把外交部的機密資料 就洩露了出來 明白 日本政府就控制他 教唆公務員 洩露資料 對 這個就是 施物罪 魚童叛國 最初的輿論戰是一面談到新聞自由 因為一個記者無罪 檢知中途就爆了一宗性醜聞 他獲得的資料是靠男女之間的關係 有什麼問題啊 就是輿論就一百八十六斷戰了 其實這都是瑜伽文化的偽善特色 就是拍攝這麼交叉的AV 一堆人原來抵不住這些 你現在才知道嗎 所以就非常偽善 很偽善 非常偽善 就是這麼偽善才有這麼多AV 沒錯 基本上就是這三套 原本打算播放《命運之人手》 挺好聽的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就不播了 會放在網上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留言給我 有什麼想說的 好 那就到這裡了嗎 到啦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